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 我們《想想論壇》選集的經濟發表會 《想想論壇》是小英教育基金會 所成立的一個網路的公共寫作團團 從2012年成立以來 現在已經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我們已經累積了一千六百多篇的文章 還有五百多位的作者參與我們的寫作 《想想論壇》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面 之前作者的文章所談論的主題有本公園 包括政治評論、社會、國化、教育等等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想想論壇》的創辦人 小英、蔡董事長、丁玉宮、張志豪 跟我們來談他們寫作的經驗 對《想想論壇》 這就是請《韓劉創辦人》 請到《想想論壇》創辦的出張 以及您在這本《想想論壇》的開訪 謝謝 今天我們兩位旅談的 丁玉宮跟張志豪 還有我們今天來現場 我們在一起看看《想想論壇》 將來可以賣多少本的好朋友 剛剛說我是《想想論壇》的創辦人 我有點意見 沒有錯 在楊千玲12年大選完的時候 我是覺得臺灣的社會需要改變 尤其臺灣社會的很多思想跟舊友的想法 其實也都需要改變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開始有一個思想運動 但是這個思想運動要從哪個方向去走 其實我沒有一個特定的方向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人來共同想這些事情 這些人他們聚在一起 想了很久以後就說 那就辦一個《想想論壇》 這個名字《想想》也是他們想出來的 這些人還是真正的《想想論壇》的生母 那至於《想想論壇》生出來有太多的養母 也就是說 在我們現在看到的 接近五百個作者 其實他都是養母 所以這個論壇 如果我們從一個小孩子來看的話 其實我只是想說 我們需要生一個小孩 我們這一群《想想論壇》的編輯 他們自己去找出了 他們自己的應該要去的方向 很多的作者共同的投入 我們才有今天《想想論壇》 以前我們所謂的論壇 或者是網路的這種論壇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讀者跟寫文章的人 也就是作者寫文章給讀者 那《想想論壇》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當時我們設想《想想論壇》是說 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下面就好多人在開始評論這篇文章 然後在評論當中產生一種論戰 這個叫《想想論壇》 後來我發現說 他們並沒有加入這個混戰當中 他們開始自己寫文章 所以就變成讀者就變成作者 那我相信很多的作者本身 他自己也變成讀者 所以才會累積出這麼多古板片的文章 那我們在想像中 一定是有很多原來是讀者的 他自己轉身變為作者 而作者他自己變成作者之後 他又再轉身回到裏 變成讀者的角色 那這個倒是讓我們再一次的感覺就是說 他的互動不一定是在特定的議題底下 在特定的議題底下的論戰 而在於他們在一個思想出現以後 一個想法出現以後 他再激發了其他人的想法 他自己在這個部分上的呈現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初沒有想到的事情 當初我們要做想想論壇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網路上已經有很多的論壇 也有很多的大家討論的空間 而且在很多現代的人的思考問題也好 或者是收取資訊也好 這個文字跟影音 其實越來越多人 還是傾向於影音而不去看文字 那文字好像是越來越落伍的一個觀念 那以至於就是說 剛開始很多人對這個想法是有保留的 就是我們還要再用文字來跟這個社會 表達我們的意見和溝通嗎 影音在今天好像開始也變成了主流 可是我覺得這個想想論壇在今天有這樣的成果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還是給我很大的信心 還是有很多人甚至於年輕的時代 用文字來溝通思想 用文字來溝通感覺 用文字來作為一種傳播跟交流的一種媒介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我來講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影音有它的體現 那只能對文字的本身還是它 還是帶來的意料來是一個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還是一種思想溝通最主流的一種狀態 所以從想想論壇的這個 到今天的發展 至少它讓我有一個確認性 也讓我感到非常安心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並沒有拋棄文字 而文字仍然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體重 那想想論壇 我相信剛才我們的主持人也好 還是在過去的很多的資訊有同樣 也告訴大家 我們想想論壇有這麼多的作者 那麼半數大概都是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 那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 而且現在是學生的佔四成 那換句話說他的這個作者群 其實是非常年輕的作者群 那當然我們也像林作水那樣的作者 但是我們沒有在年紀上歧視他 那林作水還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 想想生產的作者 那我們當然也有像文學金得獎組這個 這個林公 丁公啦 第一次碰到丁公的時候 我一直在問我自己說他究竟幾歲呢 那他常常在菊姐旁邊我想說 你是不是跟菊姐是同一個世代呢 後來才發現是完全不一樣的世代 而且他在菊姐旁邊的那種表情 跟他在想想論壇裡的文章 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我也覺得他也是在想想論壇 給我很多的經濟跟驚奇 他就是驚奇之一 丁公的太太就在這裡 新的太太 真的啊 你怎麼可能追得到 這樣子嗎 至於張志豪 我們一定是看不懂 為什麼呢 什麼叫做伯露斯 所以我剛剛又回頭看了一下 我有沒有唸錯叫做伯露斯 我每次到想想論壇看到這三個字 我說想他究竟要講什麼東西呢 但是他也慢慢的創造出來他自己的伯露斯 所以今天我們兩位現身說法來看看 相信都是1980年代以後出身的作家 來現身說法他們對這個的想法 至於想想論壇的角度 那很多包括當南媒體在問我說 想想論壇是不是跟政治的選舉有關 但是如果你把文章從第一篇見到最後一篇 他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他是超越出政治的選舉 跟經濟的市場競爭的這些邏輯之外的 國民社會的思考 所以對臺灣來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塊我們必須要補足的 長久以來我們覺得政治就是選舉 選舉就是政治 它某一種稱呼就是民主的政治就是選舉 所以很多很多的政治議題都煩惱在選舉 但是我從這裡看得到的文章裡面 他其實很多都是超多的政治選舉 甚至於有候選人主張這種立場的話 一定是沒有票的候選人 所以他能夠超出政治選舉的邏輯 來替臺灣的公民社會想一想說 我們這個臺灣必須要創造出來大家的共同價值在哪裡 這個社會共同的資產要怎麼去創造 那大家是不是都有這個責任來創造這個社會的公共資產 而這個社會的公共資產還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分配它 如果我們全部讓市場裡面的競爭的邏輯 弱肉強食的這種市場競爭邏輯去分配的話 這個社會一定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個社會一定有很多的弱勢者 他是分配不到這個社會共同的資產 所以想想論壇就補足了這一塊 也就是他從這種公民社會的角度 來看我們這個社會最缺的那個元素 所以他剛好相反於政治的選舉 和市場的競爭的邏輯 來試圖來想想我們臺灣社會 需要什麼樣的公共的制裁 要怎樣做一個公平而且福利的分配 那麼這些我想都是我們想想論壇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那他自然而然衍生出來的 跟我們當初所設想的 或者是我們當初給他畫的一個藍圖 我們當初並沒有一個藍圖 也沒有一個設想圖 只總覺得我們的臺灣社會 需要有一個超脫出 我們現有的邏輯的一個思考的一個論壇 而他自然而然衍生從生母到養母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的小孩 其實是一個看起來還算聰明 也看起來還長得滿清秀 而且很健康的一個小孩 那我們也希望他能夠繼續能夠成長 讓更多更多的社會上的養母大家 一起來讓這個小孩能夠健康 而且能夠更能夠長得更強壯 帶領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思考 謝謝 謝謝大家